我们看一下这题目 有一天 建民对泰安说 只要你将月薪的三倍 再加十二万元给我 我的薪水就是你原月薪的五倍 泰山对建民说 如果你将月薪的一半 再加四十二万元给我 我的薪水就是你原月薪的两倍 试问建民和泰山的月薪 各是多少元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们假设 这建民的月薪是x万元 泰山的月薪是y万元 那么一提议可列式如下 那么这里呢 第六式子 三乘以y再加十二 再加x是等于五y 那么这就说 泰山月薪的三倍 再加十二万元 那么这泰山的月薪的三倍 就是三y 那么加上十二 那么他的薪水呢 就是原月薪的五倍 所以这时候再加上他原来的x 那么这整个的薪水呢 就是这y的五倍 所以是五y 那么第二式子呢 是泰山说的 他说 这建民的月薪的一半 也就是二分之x 再加上四十二万元 所以是加四十二 然后再加上他本来的薪水 这是y 那么 薪的薪水呢 就会是他原来月薪的两倍 也就是二x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式子整理一下 得到第二式子 可以得到这是x-2y 等于-12 第二式子可以整理成 二分之三x-y 是等于42 那么我们第二式子呢 等号两边同乘以2 那么可以得到这是3x-2y 等于84 这时候我们解 这个连离方程式 那么我们可以用 第二式减第一式 那么相减可以把y削掉 所以相减呢 我们得到2x 那会是等于84 减-42 那是84加12 所以呢 会得到这是等于96 因此2x等于96 x就是等于48 那么x等于48 带回第一个式子里面 我们可以算出 y等于30 因此呢 这建民的月薪是48万元 泰山的月薪是30万元 这个答案